大家好,我们玩钢铁雄心的时候,都非常讨厌蓝色国家,因为如果你自己玩蓝色国家的话,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限制,不能傀儡,不能宣战,不能合作政府,很难受,甚至你玩其他国家,只要加入了同盟国,你也不能干这些事情了。 而如果玩其他国家的话,又会整天被英法给保障独立,不让你打,就很气,这关你什么事啊,非要来管我,而且很讽刺的是,明明开局的时候,世界上的所有殖民地,都属于民主国家,尤其是你英国,还有那么多傀儡国,结果现在,你来给我说,大家要和平,你这个是不是批设在洗白西方国家? 其实啊,这并不是洗白,也不是抹黑,只是单纯的对现象做出了一个描述,简单来说,说一句话,大家就都懂了,那就是既得利益者,这个体系就是他建立起来了,所以他要维持这个体系。 就比如,为什么一战的失败者是正面buff,而一战的胜利者是debuff,那就是国家失败了,人民都很痛苦,过得都不好,所以都想改变现状,战争支持率都很高。 而这个胜利者呢,普通人日子过得都还可以,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打仗呢?所以战争支持率都很低。 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对比之间,在胜利者内部也是可以看到的。 比如说我们看美国为什么前期一直奉行孤立主义,就是你们打仗关我什么事的,这种心态,就是因为美国当时属于一个T2级别的国家,这个世界老大是英国,所以美国没有那么强的动力去维持这个体系。 而英国就不一样了,英国作为世界老大,你必须得维护当前体系,所以说英国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和平战略,就是到处保障独立。 所以我们看两次世界大战的表现就是,民主国家更倾向于维护和平,而非民主国家是挑起战争的一方,就是因为你是既得利益者,你才会老老实实的过日子。 所以我们看,在很多魔族里面,假如德国赢了一战,那么德国就变成维护世界和平了,英法就变成发起二战的了。 其实这就是现在很多国家中右翼政党的一个核心精神,就比如很多党派名字就叫保守党,他们奉行的保守主义,核心就是维持现状,就是政府什么也不做。 那么贫富差距就会自然的扩大,富者会越来越富,贫者会越来越贫,这种现象对于富人来说当然是好事,所以他们会主张一种小政府,不管是放在国家内,还是在国际社会上,都是这样的。 所以有着先发优势的国家,他们就会选择民主和小政府,而落后国家想要弯道超车,要么向左转,要么向右转,要么打左灯向右转。 再比如right now也是这样的,不是过不下去,谁愿意主动去打仗呢? 而我们看很多民主国家强调的自由贸易原则,也是这样的。 我们现代人有时候看鸦片战争时期的要求,要求只是打开国门,自由贸易。 我们有时候会不太理解,就是想着这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呀,这不就是公平竞争吗?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当时,国家一放开了进出口,那么老百姓获得了更便宜,好用的养火,就是火柴,以及各种商品。 这难道不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好事吗? 但是问题就在于,自由贸易就意味着自由竞争。 自由竞争,那你怎能竞争得过人家呀? 先发国家,他拥有着产业优势,落后国家根本无法竞争。 一旦放开市场,就会彻底的被发达国家的资本所击垮,导致的结果就是商品的倾销,彻底沦为经济殖民地。 就比如阿联德上台之后,发现全国80%的矿产资源都在英美的公司手里。 但是人家公司也有话要说呀,这些资产都是我们公平公正的花钱买过来的,又不是抢来的,你凭什么要给我收走呢? 但是阿联德他也没办法呀,他智力也没有钱,去再用钱把这些公司买回来呀。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你说你的,我说我的,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。 我之前也讲过,资本主义它都有一种生产过程,要向外输出商品的一个倾向。 所以说英法搞了那么多殖民地来倾销,但是德国没有,所以他们就急了,说我们要阳光下的土地。 因为你如果不向外进行倾销的话,那么自己内部就会出现经济危机。 那么反过来看,被倾销的国家那就更惨了,自己的产业一点发展不起来。 然后老百姓只能去进血汗工厂,这就是当前世界体系的实质。 当然,我说的以上这些,你首先不要理解为,我在给发达国家洗白。 其次,不要理解为,我在给落后国家去主动挑起战争洗白。 我想说的是,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,它并不是简单的谁对谁错的问题。 至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,当然不是我有能力去回答的。 欢迎各位聊聊自己的想法。 好的,谢谢大家。